警察的立場 應該是會很感謝柯文哲 這樣警察的立場應該是會很感謝柯文哲 可能明年要選舉要出席 然後可能也為了他以後的 以後的 我不知道他這叫業績嗎 我覺得依據法律來說 我覺得蠻有道理的 因為法律講求證據 但沒有證據其實很多人都可以下班很多事情 可是當然就可能 現實或者是可能我的理解層面 我當然覺得柯文哲這樣做不是很好 因為學生可能一定是受到某種破壞 才會這樣子才發起這些運動 就是他們今天被那樣的判決 是他們自己有覺得不太公平的話 那我覺得是可以去做這件事 他這樣做有他的道理 因為他必須聲援台北社警方 那緊張還會幫忙他 就是一個互相幫忙的概念 這件事本來就覺得可能警方也不是對的 那為什麼要去幫忙他 但是我覺得以他們 以適當的角度而言 他有自己的立場跟考量 我自己可能會比較想要把它當成是法律來看 對就是我覺得 就算我們的生活這些層面會息息相關 但有些事件我還是覺得可以比較單純一點去看 我自己是覺得就是 這只是警方執法過程比較不當 所以應該是以法律的途徑解決 我覺得不是以政治的事情來看待這件事情 都有 因為法律問題是在事後就是怎麼認定 是不是有過度執法這些問題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就是做這個 是不是有牽涉到一些他們政治利益上的關係 我覺得應該也不能撇除它是有政治的因素存在 但我覺得它是法律問題比較重 但政治可能只是它附加的那個後果 我們實在是當事人就是可能就會覺得說 我們的違法是有原因的 對所以就可能 不能算是法律問題了吧 比較有政治層面的因素在 我們越來越強調自由 那另一方面就是 警方越來越不能行使他的公權力 我覺得多少會 就是好像我要做什麼都可以 警方不論那或怎樣 你有越來越不怕警方的感覺 有啊有啊多少是有啊 從千幾年就慢慢的一直到現在 警方輸了嗎 就是 如果媒體要下抬頭 就是直接就是這樣子 就是斷看遊行的人 還是要有自己的良知吧 對啊不可能 就是我覺得很多是一體兩面的啊 現在已經 蠻不怕警察了耶 所以好像也不會再往下降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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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